月入不过万,不如回家玩梦幻 我在上期视频说了这个话题之后 我自己也先入了思考之中 我把心中能做到这个月入过万的方法过了一个遍之后 发现最稳健的有两种 一是带恋,二是商人 这期全是狠活,兄弟们先给胡志先来赞 于是呢,我开启直播 我向水友们咨询了,是否还有我理解范围之外的玩法 可以做到月入过万呢 你别说,还真来了几个大佬 咱们先讲水友的玩法 第一个水友是开魔法在老区拾开跑宝宝环的 号呢,全是租来的 如果说跑到162分以上 就拿去卖补贴 222分,单独卖个320-350 这个东西我没办法说的太清楚 这个东西能做到月入过万吗? 我个人认为 偏差不大 不给变异,脸不是特别黑 在不请人员的情况下自己做 月入过万应该没问题 第二个方案呢,也是咱们水友提中的 心区的一个玩法 古董剑上雪满去心区抢未见证的活装 另外水友还提出 在心区做这个古董剑场的时候 顺带着收,抄溜溜,还有收绝啥了 也算是商人的一个小变种 这个玩法我想了一下 也是有机会过万 但是具体的话我没实际操作过 说完了水友的方案 我再来说下虎地的方案 我这个就比较务实了 首先第一个就是做带链 虎地接触心区比较多 如果你能在心区 接到一组比较实力,实力比较强的号 带链加上回收老板的垃圾装备 以及老板卖号的时候 打折可以收到老板的号 用着老板的点卡吃着老板的秘质 米赚自己兜里来 如果说是一般的号的话 我们可以接上两组 月入过万也是不难做到的 不过一般情况下你要请个夜班 因为在心区 请带链的基本上都特别缺经验的 你一个人的话 刷不出来老板要的经验 老区的带链 我虽然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你只要刷经验够厉害 比如说那个第一个3000亿经验 第一个4000亿经验 他们是可以接到 复战队伍刷经验的 这种级别 除了我上面说的收入之外 还有带链费的收入 无论你是跑环还是选区 虎地这边做了一个梦幻西游选区指南 统计了107个三年外主流服务器 和4个三年内大烟花服务器的 金价 猪铁 宝石 受决价格 你有任何想咨询的 都可以免费咨询 再说下虎地的第二个方案 那就是做商人 商人分为天台 宝石 胚子 量纸图测 宝宝装备 中灵石 浮石 花月器 变异 活装 鲜鹿 点化 军火 以及虎地在做的时间锁商人 等等等等 这玩意儿同行不同力 但是你只要在任何一个领域站住脚 月入过万都不算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当然了 这个也不是适合所有人都去做的 你只有热爱赚钱才可以去做商人 我在今年上半年也写过一份商人的一个入门教学 大家可以关注虎地免费领取 那么我做下最后的总结 我前面说的一些内容 第一种方案就是做带恋 第二种 是做商人 或者商人的一些变种方案 但整体核心还是以商人为主 第三种就是老去多开跑盘卖奖励 但是这个提出方案 这个兄弟他是开魔法的 第四种 虎地就懒得讲了 直接就去开魔法 这些应该都能做到月入过万 都有人可以做到 但是你能不能虎地不敢保证 虎地和创梦计划 以及那些签约博主最大的区别 就是虎地敢讲敢说 我只是把我知道的真实情况给讲出来 我不会说那些你爱听的 你知道的 最后问你们怎么看 大家如果有其他的方案 可以分享给虎地的话 也可以一起交流 最后还是给虎地自己打个广告 收号收号 大唐也要 hni 後尔 好 就�말 link 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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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